欢迎收听白话时机 演播福林 魏康书世家 三 庄公快溃就是出公哲的父亲 曾逃亡在外国 因埋怨魏国的大夫们 不肯迎接他回国即位 所以在元年即位之后 就想把不拥待他的大臣全部杀掉 快溃对他们说 寡人在外逃亡很久了 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吗 群臣害怕 想起来作乱 庄公看情势不利 才不敢杀他们 庄公二年 鲁国孔子去世 三年 有一次 庄公登上城楼 远远望见荣人的周易 说 我们是畸性之国 荣鲁怎么就在我们的城外呢 荣人熟悉了这件事 恐惧不安 十月 荣人把这种受威胁的情势告诉赵检子 赵检子于是起兵为位 庄公乃 庄公乃又再度出奔 魏人改立公子班师为卫君 后来齐国乏魏 俘虏了班师 又改立公子齐为卫君 卫君起元年 魏国人石曼夫 逼着齐军起 齐出奔到齐国去 魏出公者 则从齐国回位再度即位 当初 出公在位十二年 然后出奔 在外居留了四年 才又回国 出公后元年 封赏跟随他一道出奔的大臣 在位二十一年去世 出公的叔父 前攻打出公之子 而自立 这就是道公 道公在位五年去世 其子晋公扶继位 晋公在位十九年去世 由其子昭公纠继位 这时 晋国的韩、赵、魏三世 已经很强盛 相信之下 魏国则像个微不足道的小猴 附属于赵氏 昭公六年 公子伟 誓杀昭公 而代立为君 这就是魏怀公 怀公十一年 公子颓 又誓杀怀公而自立 这就是圣公 圣公之父是公子氏 公子氏之父就是晋公 圣公在位四十二年去世 由其子昭公迅继位 圣公在位十一年去世 由其子成侯宿继位 成侯十一年 公孙央到秦国去 十六年 魏军在扁绝位 而为侯 二十九年 成侯去世 由其子平侯继位 平侯再为八年去世 由其子四军继位 四军五年 魏军再度扁将绝位 而称君 仅应有濮阳之地 四军在位四十二年去世 由其子淮军继位 淮军三十一年 前往魏国朝贡 魏王将淮军囚禁起来 后来又把他杀掉 魏王改立四军之地为君 这就是魏元君 原来 元君是魏王的女婿 所以魏王立他 元君十四年 秦国攻占了魏国东方的领土 把那块土地设置为东郡 同时把魏国迁徙到野王县去 而把魏国原有的濮阳 并归入东郡 二十五年 元君去世 由其子君脚继位 君脚九年 秦国兼并天下 自立为始皇帝 二十一年 秦始皇费君脚为庶人 魏国从此断绝了宗司 太史公说 我读魏士加历史 读到宣公之子太子 因妇人之故而被杀 其弟子寿不惜牺牲生命 以天下相让这一段史实的时候 深受感动 这与晋国太子孙生 只不愿揭发利基之过相同 都是唯恐陷父于不义 而伤害了父亲的智姐 然而最后还是遭受到死亡的命运 这是多么悲怆的事情啊 而世间竟有父子相互杀害 兄弟相互攻杀的 这片又是为什么呢